大家好 10月24號是聯合國日 這個日子提醒我們保障人性尊嚴 以及維護人權的重要性 那今天這場線上的全民開講 我們要走進社會 去看看那些在社會不同角落 為這樣子理念不斷奮鬥的勇士們 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員鄭鄭錢 10月24號是我們聯合國日 那麼在聯合國日之前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論壇的活動 那麼在論壇活動當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必須要特別了解 聯合國日它的一個意義跟價值 那麼聯合國日事實上希望說 大家能夠了解聯合國 其實是為了人類的和平 為了要去維護 人類的一個生存權 這樣一個主張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這兩年當中我們碰到了 COVID-19這樣的一個疫情 確實對我們的生活 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那台灣其實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有非常高素質的人民 蠟燦記得戴口罩 那麼遵守所有的防疫規定 我相信身為主政者或是我們民意代表 都要拿出良心 拿出良心做好該幫市民服務的事情 我覺得是首當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服務選民的這個部分 我相信已經我也從政28年了 那該服務的我們首先都是以弱勢的長輩為主 尤其現在獨居長輩非常的多 那這段時間 就近十年我們幾乎都是在做 農居長輩的關懷的一些服務項目 尤其希望他們在 生活在這個台灣的環境裡面 可以擁有一個比較幸福安全的那種感覺 會讓我們安心一點 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新竹縣議員林貞堂 那再過幾天呢 就是我們的聯合國日 那在這邊呢 首先感謝所有一起來關心我們這個 世界地球村 所有的好朋友們一同來關心 我們的這個社會 我們一直非常非常引以為榮 自傲的就是我們的民主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我們這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的台灣的民主有進步嗎 好像目前我覺得就是在選舉有民主 民主就是大家可以出來參選 除此之外有達到民主嗎 我們就提說言論自由就好 以及新聞自由 因為言論自由是我們監督政府的一種方式 如果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的話 那 談何來的民主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這個 尤其我認為我們執政黨 還有我們的公務人員 一定要警索本身 不要怨權 我們要依照規定 在言論自由方面 我們大家也常常聽到 就是目前像這個社會法 那也常聽到說民眾 被 說的些什麼話什麼言論啊 然後被這個 約談 查水了 這些事情 我認為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對於我們民主的發展 讓人民 連那個言論自由 都沒辦法 基本的人權都沒辦法達到 我覺得這個政府 我們應該好好地檢討 那 身為民意代表 我在這個部分 我也會極力來要求 我們的政府 一定要 落實 那 以上 再次的 謝謝我們 所有 線上的好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來 關心 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社會 共同讓這個社會更好 拿出各行各業 拿出我們的良心 好好地 站在您的 各個領域裡面 好好地來發揮 讓我們這個世界 充滿愛 祝福大家 平安 健康 快樂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苗維憲 建議員房房村 建議員房房村 感謝主管單位 邀請我一起 響應 國際聯合國日 聯合國日的目標 就是要 消滅戰爭 促進世界的和平 我想願意支持 這個活動 古文常說 家和萬事心 人和萬事成 人與人之間的 和平相處 是互相尊重很重要 國與國之間要互助 互信 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 避免衝突戰爭 面對新冠疫情 祈願 人都能 本著良心 以誠實 做好 防疫 保護自己 也保護他人 讓人類在這個地球上 能健康 快樂生存 地球能夠 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聯合國 於1915年的 10月24日 成立的 教育文化 相關的 一個合作 我想這個合作 跟我們太極門的 相關的宗旨 是非常 非常的 契合的 地球村的世界 早已來臨 我想 如何促進 各國 各種族群當中 大家都能夠 共同享受 未來 這個成果 那就有賴 大家共同來努力 太極門的朋友 大家一起加油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們大家都知道 10月24日 是聯合國日 那麼當然 聯合國 對在 教育科學文化的一個 三個領域 可以說 在世界各國 發揮了極大的 一個影響力 那麼我們知道 太極門在 100多個國家 都是在從事 愛與和平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 帶來 非常正面的 一個影響力 跟貢獻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在 透過太極門 在世界各國的一個活動 那麼正面 積極 樂觀 一個良善的 一個影響力 能夠帶來 更好的一個 對社會 對國家 對世界的一個 和平的影響力 我們理善呢 是2000多戶 這個7000 7000多人 算是一個 基層的行政站會 當然 算是一個 小型社會啦 那我們也知道說 很多 這個 整個 整個那個 當作一個社區來經營 讓這個 讓這個 每個人就是 和諧 和平 大家積極來 參與 然後 新人共識 來達成一個 這個 和諧進步 以上各位勇士的分享 真的讓我們 無比的敬佩 那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想一年和國日 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 平日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為國家社會 和諧 以及為我們 人民的人權 不斷地來做奮鬥 以及努力 以上的各位勇士 都為我們做了 最好的示範 社會上 良善團體的影響力 往往能夠建構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那近期呢 在伯克蘭有一本熱銷的 好書叫做 《活出心中的太極》 是太極們的許多師兄師姐 多年來跟隨師父 修心修信的 好體悟 跟大家所做的一個分享 大家好 我叫郭森森 今年 九十六歲 我是很歡喜 騎歐巴巴 道士旅遊 看風景的人 所以這也是我 我最希望做的事情 所以有一次啊 我在偶然的時間 看到了一部 《不勞騎士環島》的電影 所以我就 隊伍 隊伍 大概有 差不多將近十個人 在自己環島 有十天 啊 那麼從這樣子回來以後呢 我們感覺這個環島很好玩 所以一號希望 常常常常來環島 所以我 我的小兒子 條約跟我講 在巴胺 你要 十三環島的話 你一定要把身體練好 所以就希望我參加太極門 練氣功 所以我就這樣 參加太極門去練氣功 連了一年 一年多以後 我又再去 報名參加第九屆的 不勞騎士環島 這環島差不多十天 這次我環島回來的時候 感覺很好 因為是 有練功的關係啊 所以我一點都沒有感覺累 所以這個是我練功這個 練出來的 這樣我覺得很好 以後 我現在有常常練功 要參加 明年三月的不勞騎士 再一次環島 所以這樣是我覺得很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田春慧 我是一位 職業二十幾年的 智商心理師 那也是太極門的弟子 最近我跟我的 太極門的夥伴們 一起寫了這本書 活出心中的太極 那這本書呢 其實在 從構想到 做 著手去寫 到完成的時間 其實非常短 那我非常驚訝 我們的總編輯 他非常的 有效率 那本來我本來預計說在裡面 我要多寫幾篇的 但是後來 他就告訴我說OK 夠了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完成了 對那這本書其實是有12位 同樣跟我一樣身為 太極門弟子 但是各自有著 自己的 助人的專業 例如說心理師啊 社工師或 輔導老師 特教老師 還有醫生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平常在 練功修行的時候 就常常聽到 很多師兄姐 他們在 經過太極門的 師父的教導之後呢 有很多 各方面的改變 身體 心理 和心靈 那我自己 已經入門了10年 我自己也常常很驚訝說 有些改變是 人格上的改變 那這些甚至是 我在心理智商工作中 其實 很難 很難去見到的 就是有些 心理上的改變 然後或者甚至 人格的改變 其實都需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 所以在我練功越久的時間 其實我越能 佩服 我們的師父 就是給我們的教導 讓我們的弟子有這麼多的改變 那包括說像我在裡面有寫了幾篇 那有 的是 天生就是 情獨自閉症的孩子 然後他在 來太極門的過程中 然後他慢慢的敞開自己的心靈 然後學習跟人的相處和互動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環境造成的 環境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或者是也有 家裡有十字老人的家屬 那其實照顧老人家 或者是失能者 或者是需要長期照顧的病人 都是非常的 費心費力的 那其實常常耗損 照顧著的能量 那很多時候是照顧著自己的心靈 也受損了 甚至有一些情緒的 疾病出來 那但是因為他們 在太極門這樣的環境 修身養性 然後透過氣功 來調整自己的情緒 然後讓自己的身體 也比較強壯 能夠去應付這樣子 高度的照顧的符合 這也是常常 我覺得很佩服的 所以這本書 推薦給您 還有您的家人 希望你們 讀了這本書以後 都能夠有滿滿的收穫 也為自己的人生 走上身心靈健康的道路 那這本新書呢 真的是能夠讓人家 靜下心來細細體悟的一本好書 深厚好評 接下來我們也來 一起來看看 大家收到 這本新書的畫面吧 就是太極我們一般都認為 是打太極拳 可能是在活動 我們的身體 可是活出心中的太極 它其實是要讓我們的心理 其實更加的 強化 更有正能量 去面對生命當中 不同階段的挑戰 那所以說這本書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義 尤其在我現階段 非常需要 有更多 身心靈的一個提升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 林思寧 今天非常高興 獲贈 《活出心中的太極》 這本書 這本書是由我們 太極門弟子 總共55位 對祂的人生 的一個 心情故事的一個分享 我想這本書我看來之後 我也有很多的一個 感受跟領悟 那我們的人生呢 當然有很多的階段 從我們出生 到一直到我們年老 如何來面對我們的人生 在這個不同的人生的階段裡面 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太極門的 弟子 他們如何來面對人生的 成功 失敗 挫折 如何來去面對它 來處理它 我想從這本書裡面呢 都可以給我們很大的一個 一個启示 那 我個人 看的這本書 雖然我今年已經55歲了 但是我覺得 我又有不同的一個感受 當然對 我們太極門的 洪道指師傅 他的智慧 我又更感到敬佩 像洪師傅 我們覺得說 在他的一個 指導之下 我們 整個 太極門 這個中門 所有的弟子 心中真的都是充滿愛 而且對世界 所有的全人類 都有一個愛與和平的使命 真的我感覺到 這個 這個中門真的是一個 在現階段 我們的 全世界 全人類 都非常 需要的一個 中派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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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門派 我想 分享這本書 希望大家 一起 來這個 閱讀這本書 從 小朋友 就可以開始來看 一直到我們 這個 人生的一個 中老的 中老的階段 我覺得 看了這本書 絕對 對你的 人生的一個 這條路呢 會讓你 覺得更充實 更圓滿 讓你的心靈呢 絕對不會空虛 所以 歡迎 大家 一起來 這個 來閱讀這本書 活出心中的太極 大家好 我是新竹市 一員 天雅芳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在我們遇到 低谷的時候 如何度過這個低谷 通常我們都希望會有一個正面的力量 注入我們的心靈 雅芳今天就來為大家推薦一本好書 活出心中的太極 這本書裡面有55個不同的人生經歷 每一個經歷都可以讓你看到 我們遇到這些低谷的時候 該如何度過這些低谷 那雅芳最喜歡裡面的一則就是 我是94歲的不老騎士 94歲在社會上普遍就是 會認為他們受到很多限制 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這不老騎士會為了自己的夢想 打破所有的限制 勇敢築夢 這給雅芳很大的激勵 雅芳也希望 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限制 我們都可以勇敢的打破這些限制 勇敢的追逐自己的夢想 堅持到底 謝謝大家 推薦這本好書給大家 太極門 它是一個非常活潑 具有陽光 正能量的一個 團體 尤其看到這本 活出心中的太極 這本書之後 再次顯現 我們太極門的朋友 出錢出力的 把很多的案例 印成了一個相關的 書本 讓大家能夠閱讀 以各種年齡層的方式 分析的 請專家 大家學者 甚至把很多心靈師 針對的這些相關的案例 做一個 非常 明確的一個解釋 那再一次的 證明太極門的 朋友呢 他們本身真的是 很有心 正能量的方式 來推動社會的 整體的 心靈建設 是值得我們 肯定的 大家好 我是綠學禮里長 黃千芳 那 10月14日 是我們聯合國的日子 對 那聯合國呢 教科主呢 長期致力於在我們的 教育科學跟文化領域 那 在世界各國呢 在推動著 太極門掌門了呢 洪道子博士呢 也帶領著我們的 弟子走遍了 五大洲跟100多個國家 也呢 跟隨著我們聯合國的理念呢 為在 各國 跟大家呢 分享著我們的理念 然後傳達給世人 那呢 在呢 我們太極門呢 其實呢 這一次呢 也有呢 除了這個 活出心中的太極呢 也跟我們一起分享的 老中青 兒少的各個階段 跟我們呢 透過太極門的修行 來學到了心靈上的改變 所以呢 這個呢 跟我們在社區上的發展 跟我們的里長的 服務的理念 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對的 我們世界各國跟 我們的最基礎的民意 來服務民眾 來達到我們 讓我們的 大家 的 身心靈能夠達到 最好的境界 那 太極門呢 在這個區塊呢 跟我們社區的結合呢 是緊密著 那在 長期呢 致力於社區的發展 然後跟我們的 里民這邊呢 也有相 相當 緊密的結合 那對我們呢 大家 里民的 身心靈 在這個區塊呢 大家呢 長期的 有很好的 分享 所以呢 我們非常感謝太極門 長期對社區的服務 跟 呃 對我們社區的 認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活出心中的太極 那麼我想 看過之後 真的心中 感受良多啦 那 因為在這個 投過55個人的一個 他們不同的介紹 不同的 一個心聲 不同的一個 他們用心的一個 文筆呢 寫出來的這個文章 我想帶給我們人生 非常多的一個 境界 跟不同的想法 那非常好的一個享受 那我想 也希望能夠 帶動我們 很多陰陽的一個 開智慧 那麼人生世紀 不卡關的一個 境界 我想 每個人都一樣 那麼到 生老病死 到 青少兒童 那麼成年 都是一樣 然後能夠 歷進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 開竅 不同的一個 啟花 我出心中 太極這本書 對 看裡面很多 感人的故事 其中呢 有一個叫 孤老騎士 94歲 94歲高齡竟然 這麼開朗 心理很健康 他身體 活動 活動自如 不但自己 能夠 不但自己 能夠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有能力 去照顧別人 這是非常 有意義的事情 也非常 正面的事情 這種精神 非常值得我們 消防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書中看起來 他是有學過 太極的氣功 看起來這個太極的氣功 人身體的健康 非常大的幫助 他還說他一百歲之後 一定要這樣 團到 這是非常非常棒的 我希望我在 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也有這種 身體 還有這種能力 來做這種事情 不但 實現自己的理想 也可以 來照顧 一些其他 需要照顧的人 大概是 初步的 看到這樣 當然我還會再深入 看其他的 其他的 他的天賦 來了解一下 在各種層面 他們的 活動 他們的做法 怎麼樣 來 等於說 好好做自己的 實在使教 沉澱自己的心靈 然後 想想是說 以後 是不是 怎麼樣進一步的 以來 學他們自己的心靈 心靈的健康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歡迎大家也可以一起去購買 這一本書 來獲得 心靈上面的成長 太極門其實多年來不僅強調 人類的身心靈健康 在台灣的 法稅體制 他們也非常的努力 透過平凡自身所遇到的政府不公 來反轉台灣的法稅體制 讓許多的人權受難者 看到一絲的曙光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聯合過日 我們強調 人權 強調人性尊嚴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也要 一起來呼籲政府 做對的事 去年8月21號之前的時候 那我們的太極門的好朋友們 其實一連 一個月內三次 走到了總統府前面 因為為了要 抗議 就是我們的 國家 其實他們 被認為是 違法拍賣了 就是太極門 他們的一些的財產 那所以說我覺得在整個 過程當中 在整個疫情的期間的時候 就還有這麼多的人 願意站到街頭來 那麼一起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也 讓我 對於他們 在捍衛 權力 生存權 還有各方面的一個 基本人權的一個 態度跟堅持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值得鼓勵 所以對於 平反1219 行動聯盟的好朋友們 我在想說 對的事情 我們就持續堅持下去 去年9月17日 有太極門的地址 到府處來向我呈勤 我看完太極門的資料 覺得很荒謬 六個年度 只有一個年度 有稅 這不合格 也答應會在 總質詢的時候 詢問我們 法制 稅務局的局長 如果這個稅 發生在我們地方稅 由我們稅務局來執領的話 你會怎麼樣處理 我也答應 志工們 如果太極門 這個案件 要連署的話 我一定會連署 我也感謝志工們 這麼多年來 追蹤稅法改資格的努力 太極門 這麼一個 良善的團體 遭受到 國家法制的迫害 長達25年 一個司法 三審判決 無罪的案例 竟然遭受國稅局 執行署 聯合 把土地強行 拍賣 說回國有 讓人很不解 在慶祝 連任國 國慶國 日之際 要呼籲 政府 勇於認錯 把 比照 國防部 數月生案 由主管機關財政部 啟動行政成績法 117條 撤銷 太極門 81年的 稅案 歸還 太極門土地 還太極門清白 真正實施 實踐 轉型正義 我們肯定 太極門對社會的付出 那對國家的貢獻 我們希望在慶祝聯合國日之際 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 對太極門的付出 能夠感受到 那也希望 在這個時間 能夠轉型正義 給我們太極門有相當的回饋 謝謝 在過去 我也曾經參加過 我們太極門 在凱道 舉辦的一個 兩萬人的一個 大的非常浩大的場面 那麼 當時我經過 很多名人 上台來支持 來爭取 來發聲 那我希望 在對太極門 要一個公平的對待 那麼 所以說 太極門能夠努力了 二十幾年 真的相當 一路走來 非常辛苦 二十五年 那我想 也希望大家 能夠 非常正視 太極門的一個 划稅的一個 不公平的對待的案件 那麼 台灣政府啊 我希望能夠 好好的努力 正視 這樣才能夠號稱一個 真正的 亞洲的民主國家 才不會說 讓人家有一個 藉口 說 台灣民主 民主 民主走到這個程度 這個境界 怎麼 還是 回頭路呢 還是對太極門 這個 反而 在 司法判決 之後 那對太極門還是一樣 把這個土地都沒收了 把它拍賣了 我想這樣是非常不公平的對待 那我希望 在這樣透過一個 大家的分享之後 能夠有一個 共同的力量 正面的力量 大家來共同努力 謝謝 聯合國日是一個提醒全球人權保障重要性的一個重要日子 那節目的尾聲也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讓我們一起邀請更多的親朋好友一起來捍衛自己的人權 提醒我們的政府要一起來重視法稅人權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太極門弟子 來太極門練功已經兩年了 我以前常常一個月感冒兩三次 自從爸爸帶我和媽媽弟弟進入太極門拜師練功後 我現在已經一年沒有感冒了 在太極門我跟師傅學到馬上的功夫 做事情要馬上 做事要專心 我也學會自主管理 以前做事情常常拖拖拉拉 現在會把自己的作業全部做好之後再來玩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 我和弟弟不用上課 但是爸爸媽媽還是要出門工作 因為阿公阿嬤年紀大了 不能吵他們 我就帶著弟弟一起在樓上做功課 以前媽媽叫我洗碗 我都會想說晚一點再洗就好了 結果媽媽已經洗好了 讓我感覺都沒有幫到忙 現在我學到了 做什麼事情就要立刻馬上去做 減輕媽媽的負擔 媽媽也很開心 我有參加法稅 志工的活動 在參加這個活動之前 我完全不了解 法稅對人民的影響有多大 但是現在我清楚的知道 國家違法課稅 我們人民就會變得很可憐 所以我希望做錯事的官員 快快改過 不要再害人 要有良心 要不然 我相信有一天 老天爺會有 最公正的審判的 以上是我的心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